首先把这两个螺丝松掉 松掉小气缸上的两个螺丝 松掉了以后这个气缸 松掉一格气缸往外拉一格 再把螺丝拧回去 这个不算吧 算 这个也要先松掉他们 这个松一口 我会现在拿起来 这上面一共有四个孔 我们刚才装的是前面两个孔 现在也要装后面两个孔 你这个拧进去是最后一个孔了是吧 对 现在是装后面两个孔 其实是第一个和第三个 现在是装二四 二四呢 或者一三 从原来的一三移到二四 然后再把手需要的点烫 然后再把手需要的点烫 点烫的模具 点烫模具 装之前 把这个推到位 对 等一下等一下慢点装之前干嘛 推到位 把这个把这个推推进去是吧 对 推到位 产品应该会要放 然后产品要放进去 这是为了控制那个点烫的位置 对对对对 最后点烫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点烫 该该装到哪里 就根据你这个产品中心 高度上下可以自由调整的 嗯 比如说现在这个和中心大概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 就在点它根据这个中心 固定一下就好了 然后是固定之后就好了 好了 结束 好了 要装回去呢 我这没处 再用两个螺丝把它固定住 再装回去 再装回去 就好了 OK